无刺蜂又称为银蜂 它们是一大群蜜蜂群 约有500个品种 包括部落无刺蜂 它们与常见的蜜蜂 木蜂 兰花蜜蜂和大黄蜂 有密切的关联 银蜂多数出现在世界上的热带 或亚热带地区找到 例如是澳大利亚 非洲 东南亚和热带美洲 大多数的中美洲和南美洲 本土社会性蜜蜂是银蜂 不过由于银蜂产量稀少 只有少数的银蜂品种 能吸引人们为了商业目的 而养殖银蜂 银蜂蜜在许多非洲社区 以及南美洲被认为有要用价值 因此非洲的银蜂非常多样化 尤其是在马达加斯加 当地也有商业化的银蜂养殖 银蜂在热带地区全年活跃 但在教育季节会相对较少活动 银蜂不像其他类型的蜂种 它们不会遮人 但如果蜂巢被人打扰的话 它们会以蜂蕉以及小神 来做自卫方式 银蜂一般会在空心树干 树枝 地下洞穴或岩石裂缝中筑蜂巢 然而 有时候人们亦会在墙缝 旧垃圾桶 水表和层橱谷发现到蜂巢 银蜂的蜂巢有别于蜜蜂的蜂巢 一般蜜蜂主要从蜂蜡构建蜂巢 而银蜂会将它们的蜡与植物树枝混合 形成其蜂胶 作为主要筑巢材料 许多养蜂人也会将银蜂 放在原来的木桶蜂巢中 或将它们转移到一个木箱 以便更容易控制蜂巢 由于银蜂对人类无害 因此 它们已渐渐成为 郊区后院的一种 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宠物 大多数的养蜂人 养殖银蜂不只是为了获得蜂蜜 同时 也是为了保存一个 本地物种的原始栖息地 作为回报 吴刺蜂会在园林花卉和灌木丛 寻找花蜜的期间传播花种 银蜂将它们的芳香蜂蜜 存储在靠近蜂巢的小蜂胶杯中 蜂胶是一种 从杨树芽和针叶树提取的 树枝状材料 它们不常以其纯形式出现 一般要从蜂箱中加工提炼 或加入其他的蜂产品中 早在人类会书写之前 从蜂巢获得的蜂胶已被人类用作为天然药物 蜂胶有悠久的药用历史 可追溯到公元前350年亚里士多德的时代 在远古时代 希腊人也使用蜂胶医制浓肿 亚树人用它来治愈伤口和肿瘤 埃及人甚至用它来制作木乃伊 现代社会科学的进步 已鉴定蜂胶中含有许多植物来源的化合物 包括类黄酮、分酸及其衍生物 它们已被证实具抗菌性质 对人类是有益处的 银蜂之所以会从植物表面收集及制造蜂胶树枝 是因为它们知道蜂胶具有抗感染和抗真菌性质 能保持蜂巢的健康 除了银蜂蜜的代表性酸甜味道 银蜂所生产的蜂蜜 也含有非过氧化物抗微生物活性 类似于著名的麦努卡蜂蜂蜜 蜂蜜更含有17种不同的氨基酸 高含量的生物类黄酮和维生素ABCD合一 值得一提的是 一般的蜜蜂每月可以产生约10公斤的蜂蜜 但一个银蜂的蜂巢 一个月只能生产不到一公斤的银蜂蜜 因此银蜂蜜非常的珍贵 银蜂蜜也带有一种独特的酸甜水果的味道 这种味道来自用作构建蜂巢和蜂蜜杯的蜂胶 此外 银蜂蜜的口味 也会根据它们在一年间的索彩的花蜜和树种而出现变化 受到了巴西银蜂养殖文化的启发 小绿蜂试图在亚洲寻找接近这种罕见物种的替代品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找到了种类相似的银蜂 依大马品种的银蜂 这些银蜂在原始森林里采取Moronti、Karuin和Morawang树木的树枝筑 制造酸甜美味并带有高营养成分的银蜂蜜 从银蜂蜂蜂收获的蜂蜜 还有非过氧化物抗微生物活性 类似于麦鲁卡蜂蜜 被当地农民称为大自然的药 一般的蜂蜜的含水量小于20% 低含水量是为了防止发酵过程 否则过多的水分会破坏蜂蜜 然而即使银蜂蜜有25%的含水量也不会发酵 这是因为银蜂蜜是储存在注入抗微生物性质的蜂胶杯里 银蜂蜜的高抗均性能阻止了蜂蜜因发酵而损坏 这与正常蜜蜂仅使用蜂蜜而建立存储蜂蜜的细胞正好相反 由于来自正常蜜蜂的蜂蜜不与蜂胶接触 因此它们不具备蜂胶的益处 此外 由小绿蜂双获的每一批银蜂蜂蜜均经过测试 并通过了其蜂胶加因子PPF认证 这是蜂蜜内天然发现的蜂胶质量和数量指数 PPF是我们专利的收集蜂胶和蜂蜜过程的结果 收获后的银蜂蜂蜜分为两个级别 银蜂蜂蜜PPF加5和银蜂蜂蜜PPF加15 这两个水平不仅代表蜂蜜的非过氧化物活性NPA水平 PPF加5相当于NPA加5和PPF加15相当于NPA加15 更是代表蜂蜜中天然存在加15较高等级 以及较高的质量和数量的蜂胶 定期摄入小绿蜂蜂蜂蜜的主要优点包括 改善免疫系统 增强抗病毒性 抗衰老和改善呼吸道健康 这些都是大自然带给您的好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